美股波护二阶专利 大家好,我是美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不知道各位看官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在最近这几周的市场中 不知道该怎么赚钱了 追科技股吧 科技股它天天领跌市场 投机消息吧 不管是美联储维持低利率 还是失业率低于预期 市场它都不买账 你要是胆大敢做空市场 市场也不惯着你 时不时就给你猛的抬个头 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 怎么在这样的市场里赚钱呢 今天美头军就给大家出出主意 其实投资者对于最近这样的市场 感觉不自在也很正常 因为市场格局变了 按照我们习惯的老方法投资 自然行不通 而且这个变化 很可能不仅仅是影响 最近几周的股市 在未来几个月的时间内 美股的动荡可能会成为一种新常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因为美股市场 近期即将面临的两件大事 两件足以撼动下半年 整个美股市场走势的大事 接下来美头军就分两个方面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哪两件大事如此重要 对于股市又有何具体的影响 然后会给出具体的应对方案 并且介绍一个新的投资策略 各位看官一定要看到最后 这里美头军想先给自己打个广告 对于美股近一段时间的动荡 美头军在之前几期视频中 都提前给出了预测和应对方案 事实也证明 这些内容对于应对此次美股动荡 是十分有效的 还没来得及看的看官 推荐大家看一看 可以作为投资参考 觉得有帮助的看官 别忘了点击下方订阅按钮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美头军 之后的视频了 这第一件大事 就是预计在9月底即将通过的 美国政府新一轮 1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 之前视频中我们多次提到 美股3月以来 这一轮牛市背后的主要支撑 除了美联储的放水外 还有投资者对于经济快速复苏的预期 因而经济能否及时 并且快速的恢复 是影响美股能否持续牛市的 一个关键因素 而美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 对于经济复苏 又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华尔街普遍认为 经济刺激方案的作用 甚至会高过疫苗的落地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至关重要的政府方案 却在两党的互相扯皮中 迟迟无法推出 原定在8月推出的方案 现在9月底能否推出 依旧是个疑问 现在两党争执的焦点 主要在于援助的金额上 这点对于未来市场的走势 也十分关键 简单讲 就是执政的共和党 想发一万亿 民主党说不行 得发两万亿 要不就一分不发 这帮美国政客的逻辑 也是十分诡异 咱们普通投资者 也不用了解太多政府的扯皮 关键是这个经济刺激方案 对于股市会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其中一个影响就是 在该方案真正发布之前 市场都会处在一种紧张情绪之下 一种对于未知结果的紧张 这就会导致股市 不太可能会像以前一样 撒了花的涨 但在这种未知下 也不太会有太过分的下跌 因而市场很可能会在紧张情绪下 继续保持动荡 另外 目前市场对于经济刺激方案的预期 就是一万亿美元 如果最后结果高于一万亿 那将会是一个利好 如果低于一万亿 或者推迟 那么对于市场的冲击将会很大 投资者目前应当密切关注 9月底的这次经济刺激方案的结果 我们退一万步讲 即便最后经济刺激方案 及时推出并高于一万亿 也并不代表市场就高枕无忧了 因为市场马上就会面临 第二件大事的压力 那就是2020美国大选 美头军在之前一期视频中 介绍了美国大选 对于当前股市和大选后的股市的影响 并给出了细致到行业和个股的应对方案 因而这里也就不再过多赘述了 咱们就只讲一下 美国大选对于大选前 这一个半月股市的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大选前的9月和10月这两个月 下跌的次数要多过上涨的次数两倍 并且波动率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和上门经济刺激方案有类似之处 都是市场对于未知结果的紧张情绪 市场现在基本的共识是 如果特朗普连任 对于股市短期内会是利好 如果拜登当选 对于美股来说会很不利 因而随着未来选情的白热化 你也很可能看到股市 随着摇摆州的票数统计一起摇摆 另外一般大选前 政府关于提振经济的政策 都会很难实施 就像这次经济刺激方案一样 两党的不断扯皮本身 就会给股市造成下行的压力 因而我们看到 不管是美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 还是2020美国大选 对于未来几个月的美国股市的影响 几乎是相同的 那就是会让美国股市持续动荡 因而我个人认为 美股在未来两个月的时间内 不会有太高的涨幅 甚至会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 并且市场不太可能会出现长时间明显的单边趋势 而是保持均值回归 也就是说 市场不太会像过去五个月一样持续上涨了 也不大可能出现像三月份那样的持续下跌 而是在一个区间内上下波动 在这种情况下 老的投资方式可能就行不通了 投资者需要重新审视市场和自己的投资策略 总的来说 在市场的动态平衡中有三种投资策略 买入持有 卖涨买跌 和追涨杀跌 这三种策略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中 表现是有区别的 并且是可以排序的 比如在持续上涨或持续下跌的市场中 追涨杀跌的收益表现要大于买入持有 而买入持有又大于卖涨买跌 而在没有明显趋势 股价在一个区间反复震荡的市场中 则是卖涨买跌的收益表现最高 大于买入持有 而买入持有又大过追涨杀跌 没跟上不要紧 接下来我会具体介绍每一种策略的应用 这里多说一句 市场上没有绝对完美的策略 重要的是把握时机及时调整 美头君想通过我的视频 为大家多提供一些投资思路 但是市场瞬息万变 切不可抱住一个方法 一条路走到黑 可以看到买入持有 不管在哪一种市场行情中 都是最中庸的操作 这是一种被动的投资策略 无论市场如何风云变换 我自窥然不动 打死不卖的一个策略 这种策略的好处是 美股长期的表现一定是上涨的 如果能买入优质的股票 长期不但能吃到好公司的福利 还能吃到大盘上涨的福利 然而 如果你想单凭买入持有 长期获得超越大盘的收益表现 是有一定困难的 另一种投资策略 追涨杀跌 则可能是最被误解的一种投资策略 美头君在之前的一期 帮助投资者消除误解的视频中 具体介绍过这种策略 就像炒股经常被人妖魔化一样 追涨杀跌的投资策略 也经常被人妖魔化 似乎应用这种策略的投资者 就是菜鸡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比如今年三月到八月期间 市场呈现了典型的V字结构 如果在这种行情中追涨杀跌 那么你的表现很可能会抛赢大盘 因为你会在三月下跌的行情中 不断减仓 也就是所谓的杀跌 这样你的损失就会小于大盘 在市场反弹中 如果你又能不断加仓 也就是追涨 那么你就能吃准大盘上涨的福利 美头君之前做过两期视频 详细复盘了我是如何在今年美股的行情中追涨杀跌的 感兴趣的看官 欢迎点击右上方弹出的卡片 回看美头君之前的视频 最后一种策略 卖涨买跌 这种投资策略正是美头君这些视频 最想给投资者们着重介绍的 上文提到 美股未来几个月在经济刺激方案和美国大选 结果未知的情况下 很可能会持续保持震荡 而在这种行情下 卖涨买跌的策略则是最有效的赚钱策略 我们以2016年上一次美国大选前的股市为例 可以看到16年美股的90两个月 就呈现出典型的均值回归行情 如果你能够在上涨至接近途中 红点的位置卖出 并且在下跌至接近绿点的位置买入 那么你的整体收益将会明显高于大盘 我们看到过去几周的股市已经出现了和4年前几乎雷同的走势 也出现了均值回归的迹象 现在也许正是我们投资者做出调整并实践新的投资策略的好时候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在应用卖涨买跌的策略时 投资者经常会陷入一个误区 由于这类投资策略更适用于股市震荡调整期 所以需要投资者在短期内做出大量的交易 因而投资者很容易被交易的价格误导 而做出错误的投资判断 在行为金融学中 这被称为锚定效应 什么意思呢 在交易中 投资者喜欢去找一个过去的价格作为锚 比如说买入价格或者历史高点 当面临该买还是该卖这样的问题时 投资者就会习惯性的去比较这些锚点 所以我们经常能听到 等这只股票回本了我就卖 或者这只股票都超过历史高点了 肯定被高估了之类的言论 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认知类错误 举个更直观的生活中的例子 两家便利店卖同样的一种饼干 且都卖五美元一包 一家便利店是那种一元店 其他种类的饼干都卖一块钱左右 那么消费者就会觉得这款饼干卖贵了 不愿买 而另一家本来就是高端便利店 其他饼干都卖十几块钱 那么同样的这包饼干则会被认为很便宜 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消费者 被其他不相关的饼干的价格锚定住了 同理在投资中也一样 理性的投资者应该合理的面对市场中的新信息 而不是过去的价格 因为无论是买入价格还是历史高点 都并没有反映出这些新信息 也不能作为可靠的投资判断依据 这在实操卖涨买跌的投资策略时至关重要 因为短期大量的交易不可避免的会给我们提供大量的锚点 但我们做投资决策时应该尽量避免受这些锚点的影响 根据新的市场信息及时做出调整 比如说应用卖涨买跌的投资策略时 照例你应该在接近高点时卖出股票 但如果这时市场突然出现了改变格局的信息 比如特朗普大概率连任或者高于预期的经济刺激方案 那么你就得重新考虑卖股票是否还是最佳的投资选择了 今天美图君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对于美股短期的一些看法 和相应的应对方案 听起来似乎前景并不乐观 但大家也别太害怕 短期的调整和动荡是很正常的 尤其是在经历了今年3月到8月这种前所未有的大牛市之后 目前的不确定因素 上文介绍的两大事件 对于股市的影响都是短期的 包括美国大选 原因我之前视频也讲过 并且经济复苏的态势也比较稳定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当牛市和经济周期重合时 牛市一般会持续多年而非几个月 所以美头君个人认为 投资者也没必要过度恐慌 保持随时调整的心态即可 关于大选前美股的动荡 你还有什么看法 也欢迎评论区给我留言 咱们共同进步 如果你喜欢美头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